你跟我今天去商量哪啊公司那边 行 然后一会儿我先准备一下呗 我一会儿换一件衣服 对你大概什么时候干完活 一会儿就能干完 剩一点的 剩一点的 整包米的我看见 干活啊 行 挺好 大家好我是大雷 今天准备带着同春的小伙伴刘树鹏 到公司那边去熟悉打单去 就是打完订单发货的一些 让他开始接触这方面 这一下精神了 这一下精神了呢 这是干净利索的吗 挺好 稍后咱俩准备上车 走呗 走啦 到地方了 把门打开 把书包放这儿 放这儿就行 叫你打他单吧 这台电脑是打单的 对漏腰了 昨天张天忍大叔在告老爷 但是还是不呢 不太熟练呗 那你肯定的 这东西慢慢练点 对就是这个界面 登录一下 然后第一步 知道这个最会吗 这个就 还能记住吗 你试试我看看 客服服 这个也给他打开 然后这个是商家属于商家后台 就是有人问 事他都会在这里能看 这是咱们的回的 就像一个聊天界面 记得翻的时候看点买家留言 一般有些特殊要求的 然后你看一下他什么要求 然后 再进行是看什么要求 再进行是什么操作 学的很快 感觉什么样 还行吧 还行 光项岸 把门开开 现在这些单的不已经分好了吗 对 分好了正常 要是单的多的情况下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扫钉可以跟灌 你可以先把多来 就是每一个壳代表不同一个 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木耳一斤 这个是玄米二斤 这都可以分成 分类整理 就是哪个啥的 分成类 然后这个是胶带 你还没打过包吗 没有啊 来试试吧 我教你 这个是增磨一斤两份 它就代表是二斤 二斤的话 当然是代表四袋 咱那一袋是半斤 明白了吧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了 然后这就是四袋 四袋是增磨 四袋是增磨的话 这就是一个包裹里的 可以看一下 好像是大包 这种交叉方法 看来 我一般喜欢交叉方法 这样的话 不怕震 震没事 但是你的摔 虽然就容易把箱子 里面如果是空的 所以容易把箱子摔坏了就 知道这意思吗 所以说 就是尽量让它里面填充吧 这是最好的大包状态 因为你不怕摔 因为咱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抓了气柱 就是为了防震 防摔 保证货物安全的到达大家手里 知道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那个气泵 这个是管 头热 然后这个是二斤的气柱 一般这么弄 这个气泵的这个地方 看到吗 这地方用手 一搓 开了个小口 看到吗 然后这个 打开 听见了吗 声音 冒气 直接塞这里 关注 稍微鼓一点就行 别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它就该爆了 所以说 你来试一下 哎呦我打了满 对 你稍微不用了 怕 看这 比如没打满 稍微再打点行 不用害怕 没事 好 对 你捏完以后这会儿 它不跑前后 不跑 然后 哈哈哈哈 煎苹果的都如此精致 你是不是好久没冲山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来吃 基本上是拿小袋装 然后就走 这个好吃 他不是说是全国人做的 不错 哇 不错 很好吃 有贵点 料也足够 这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准备回家了现在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按关注 谢谢